来自俄罗斯的消息 俄罗斯有大量的武器装备被防止 为什么照样大肆出售先进的武器 但越南人却指出了其中的重点 敬请关注 近几年来 俄罗斯武器装备制造逐渐复苏 军火交易所占的市场份额有所增长 最典型的就是S-400防空导弹系统 以其优越的性能打破美国的封锁 就我国之后 土耳其、印度纷纷达成购买协议 乃至石油大国沙特也垂涎不已 苏-35战区也颇有斩获 正则周知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军火商 但美国对武器装备销售 附加的限制条件很苛刻 日前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 副国务卿安德里亚·汤普森 曾致讯巴基斯坦空军指挥官 穆贾西德·安瓦尔汉 谴责巴基斯坦转移、维持和运营战斗机 美国出售F-16给巴基斯坦时 负贷条件规定 该飞机仅用于加强反恐行动的能力的目的 不能用于对付印度 甚至部署在哪些基地都有要求 相比美国 俄罗斯的附加条件则宽松得多 而且对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出售 也没有那么多顾虑 S-400导弹、四武器战机等 可以说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都可以卖 这也使得俄罗斯军火交易中更具竞争力 很多国家转向购买额制装备 但也导致一些武器制造技术被购买国掌握 但这些年有大量的俄罗斯武器被防制 俄罗斯媒体12月13号 引述俄罗斯Rostich国防公司知识产权部门 负责人叶弗根尼·利瓦德尼的话说 在最近的实情面中 发现有超过500宗 未经许可复制俄罗斯军事硬件的案件 表示在国外工作的专家 经常发现非法复制案件 实际上是否如此呢 越南媒体对此消息进行了报道 并指出 美国雷神公司和英国BAE系统公司 等这些主要的武器制造商 为保护其制造技术 会在国外进行专利注册 据悉拥有5000多项专利 而俄罗斯制造商很奇怪 很少在国外注册专利 也就是说 使用这些技术并不违反法律 而这武器装备之所以能突破美国的封锁 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报道还评论称 最重点的是 俄罗斯武器装备的核心技术 根本无法被仿制 一般都有自保机制 如果买一个设备过来 就可以将整个技术学到手 那么印度 土耳其 又为何要花巨额资金 与俄罗斯联合研发武器装备 自己拆了研制就可以了 虽然利瓦德尼提及技术被复制 但俄罗斯并没有提高武器装备出售门槛 照样大肆出售先进武器 其实俄罗斯在没有过多附加条件的情况下 已经是默许了部分技术 将被购买国掌握 只有如此才能与美之武器竞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